OBD-2故障代码技术说明,与直流到交流转换器控制模块A的通讯丢失。 这意味着什么?这是适用于大多数OBD-2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 该代码表示车辆上的DCAC转换器控制模块A、DCACCCMA和其他控制模块没有相互通信。 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。 这些模块通过网络相互通信,就像您在家中或工作中的网络一样。 车辆制造商使用几种网络系统。 在2004年之前,更常见,并非全部包含的模块兼通信系统是串行通信接口或SYCJ-1850或PCI总线和克莱斯勒碰撞检测或CCD。 2004年之后使用的最常见系统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。 2004年之前也用于一小部分车辆。 没有此CAN总线,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,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会或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,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 直流到交流转换器控制模块ADCACCCMA通常位于引擎盖混合动力装置后部的引擎盖下方。 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,有些直接连接到它,而大多数则通过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。 这些输入允许模块将直流DC电压转换为交流AC电压以控制驱动车轮的电动机。 请参阅车辆特定参考,以确定在您的特定情况下哪个模块是A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,具体取决于制造商,通信系统的类型,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严重性通常很严重,具体取决于失败的原因。 如果总线网络出现故障,制造商可能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。 DCACCCMA缺少操作会影响车辆的操作。 U-0288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故障指示灯亮。 车辆操作可能仅限于汽油、柴油发动机。 原因,通常,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,在CAN总线的加货电路中断开。 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或接地短路。 DCACCCMA模块无电源或接地。 很少控制模块故障、诊断和维修程序。 开始进行所有电器诊断的一个好地方是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。 TSD。 您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本领域其他人所知道的。 制造商可能已经推出了已知的修复程序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假设此时您可以使用代码读取器,因为到目前为止您已经能够访问代码。 查看是否存在于总线通讯有关或与电池、点火有关的其他诊断故障代码。 如果是这样,则应首先对其进行诊断,因为如果在彻底诊断和修复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U0288代码,就会发生误诊。 如果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U0288,请尝试访问DCACCCMA。 如果可以从DCACCCMA访问代码,则U0288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。 如果无法访问DCACCCMA,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288代码处于活动状态,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 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,会导致直流到交流转换器控制模块A的电源或接地丢失。 检查为该车辆上的DCACCCMA模块加电的所有保险丝。 检查DCACCCMA的所有接地。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,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 如有必要,请取下它们,用一把小钢丝刷和小苏打,水溶液清洗,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的每一个。 如果进行了维修,请清除所有将故障代码设置在内存中的模块的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您现在是否可以与DCACCCMA模块进行通信。 如果与DCACCCMA重新建立通信,则保险丝,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如果返回代码或仍无法通过该模块建立通信,请在车辆上找到CAN总线通信连接。 最重要的是找到DCACCCMA连接器,该连接器通常位于发动机,混合动力装置后部的引擎盖下方。 在拔下DCACCCMA的连接器之前,请断开电池复集电缆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,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图上有知。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DCACCCMA之前,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DVAM,验证DCACCCMA的电源和接地。 可以访问接线图,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进入DCACCCMA的位置。 在继续操作之前,请重新连接电池,而DCACCCMA仍未连接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DCACCCMA连接器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,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 如果不确定,电池复级始终可用。 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。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,B加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 再一次,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 如果不是,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 接下来,检查两个通信电路。 找到CAN-C加,或HSCAN加电路,和CAN-C,或HSCAN电路。 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,将红色引线连接到CAN-C加。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,您应该会看到约2.6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。 接下来,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-C电路。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2.4伏,并且会稍微波动。 其他制造商显示的CAN-C电压约为0.5伏,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。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。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,或者您无法清除U0288故障代码, 那么剩下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经过培训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, 因为这将表明DCACCCMA发生故障。 点,这些DCACCCMA中的大多数必须针对正确安装的车辆进行编程或校准。